9月由于对幼童遭性侵案件法院判决的不满 民间团体发起了白玫瑰运动 然后11月4号就是前两天二次经改 参观台北地方法院做出的判决 包括陈前总统随便在内所有的被告都被判无罪 显示了司法改革的工作必须要加速进行 来能够从政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我尊重司法不等于默示人民对于部分法官 做出违背人民合理期待判决的失望与愤怒 这些声音我们都听见也很认真地放在心上 是制定法官法建立不识认法官退场机制 以及制定廉政署组织法 就是马英九总统再度的说 有关于这个二次经改的这个案子 是不是跟人民的认知有一些距离 马英九的这一段谈话呢 被民党立委痛批叫做干预司法 但是马英九今天的谈话 把白玫瑰跟周战春绑在一起 白玫瑰跟周战春绑在一起 对于马英九推动司法改革 或者是处理周战春这个案子 会有帮助吗 马英九讲的是个现象 因为周战春判决引起很大的争议 那个恐龙所谓恐龙法官的判决 引起白玫瑰运动 那么多人走上街头就要求你司法改革 这个其实不是对个案的干预 这样不算干预个案 因为你们都判完了嘛 什么叫干预个案 我跟各位还有二审啊 对不是我跟各位解释 什么叫干预个案 陈水扁说不惜动摇国本也要办到底 把雷玄明他们搞到现在才无罪定验 这个叫干预个案 非要办雷玄明不可 好是没认为不应该办 就因为先生说要办 还有台中一个大尾 台北一个大尾 就是要办一个严清标 办一个罗呼数 搞到最后是怎么办呢 是先指示 然后一定要去办他 我坦白说那时候司法高层 就已经跟我讲了 司法高层 司法先进 检方高层就跟我讲 因为我跟严清标很好 结果跟我讲了 上面指示 要去办严清标 还有罗呼数 我早就知道了 我还打这碗严清标 标啊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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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做什么事情 没有 人不给你办 我说没有 我在里面秀秀 有没有 我也有什么 结果查了郑南公 说他什么里面君主拿去搞 就这样 化个标吧 非要把他办到不可 这一次又办不成 办那一个陈水扁 这个叫做干预个案 一个总统司法引起民众都不满 不能开会来探求解决之道 那要总统干什么 你今天的观点跟邱毅一样 邱毅说呢 不要讲 我跟他一样 我那一段他今天谈话内容 跟你真的很接近 而且他还是亲身经历 他说呢2007年的时候 陈水扁曾经说 邱毅在最高法院的上诉 会被驳回 邱毅马上就会去坐牢 陈水扁讲完话一个月后 他的上诉刚好就被驳回 他也就去坐牢 邱毅讲的话我不太相信 因为我没有经过求证 他讲的话我毅力不相信 因为他有时候乌龙爆料的事太多了 你不要把我讲的跟他一样 没有我是举例说他今天所讲的啦 他还另外呢 他有讲雷全明 有讲台东导贝也才 没有我就说他讲他自己的案子嘛 他讲他自己的案子 因为他很切身的感受 以他为准 对另外呢 他说这个陈水扁曾经交代 今天的主角 法官周湛春说 邱毅说吴淑贞炒股 你赶快判一判喔 判他有罪 其实邱毅讲吴淑贞炒股这个案子 一审判决他有罪 持夺公权两年的这个法官 真的就是周湛春喔 这是在八年前判邱毅 第一个官司有罪的人 刚刚好就是法官周湛春 这一次呢 有关于这个二次经改的案子 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 其实大家回去看陈水扁 所有在法院里头的案子 他在龙潭 以龙潭购地案来举例好了 他在一审 蔡守逊判20年 二审邓振球有判12年 二次经改案 周湛春在一审却判他无罪 法律见解上面是完全相反 一个是认为职务上的行为 所以有收贿 另外一个认为说是非总统职权 所以没收贿 有罪没有罪是一个认定而已 这样子的一个司法 就是有这么大的南辕北侧的差别喔 就民众能不能够接受 这个可能是 这个马英九所点出来的问题喔 所以呢 这个水泥业行贿有罪 但是金控业无罪 还是说总统的职权范围当中 有管水泥 但是没有管金控 其实今天马总统的谈话 他也是经过思考再思考 深思熟虑 他不能不讲话 因为很多人在等他开口 但是他其实对白玫瑰 已经表态过了 他今天把他拉进来 是要陪衬了 他不能只针对阿扁无罪 这件事情 所以有红玫瑰有白玫瑰 但是他不讲话不行 那要讲呢 他有一个底线 他就是说不干预个案 那他要怎么讲 他如果讲过头也不行 不讲也不行 他其实是蛮为难的 所以他讲来讲去 就是讲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深蓝的 就是他其实是 主要讲给深蓝的听 深蓝的不容许他不表态 但是他怎么表态 今天这个内容 深蓝的也不会满意 这不敢捏嘛 但是我 但是我对马英九总统 最后这一半 那说就叫司法改革 要怎么样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就背叛 你是为了不应该司法改革 不是 我跟你讲 周战春现象 跟司法改革是无关的 就好像黄昭春第一时间点 赶快联署 让法官退场机制 我要请问大家 为什么周战春现象 跟司法改革无关 所以你法官审判 把你自己的意识形态放进去了 大家就会把他联想起来 好像有关 你细细去思考 你等一下请教我们的大律师好了 我跟你讲 今天周战春的看法 对宪法的看法 对总统之间的看法 是跟社会主流意见落差很大 那你们讲来讲 谁都算 我要举林佐水了 林佐水够绿了吧 林佐水够毒了吧 但是林佐水是有良心的 他周战春的看法 跟宪法的主要意志 是不合的 所以林佐水说了算了 我跟你讲 你们要怎么讲 就引用林佐水就好了 那为什么林佐水说了算 因为林佐水很利嘛 林佐水是11扣 不是啦 因为林佐水很利 所以很利的人都这么讲了 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那我说司法改革 我请问大家 请问燃營的人 请问你们 我跟你讲 今天司法改革 如果马英九总统当选了以后 半年内 照你们的意思 改道 你们都非常满意 那我今天 我请问大家 周战春是不是还在台北地方法院 当然是 你能阻止他 不去抽签吗 当然不能 他抽签抽到了 变成审判长 有办法防止吗 当然不能 他对宪法的看法 跟大家不一样 你有办法改他吗 当然不能 所以今天 我问你 要退场机制 要怎么写 才能让周战春 不是今天的地方外的法官 不行 有办法吗 我请问大家 不行 司法改革他不能介入个案 包含他也不能因为个案的部分 而为他量身定做修法 我觉得这一点 是他一直坚持的 那求你 要怎么写周战春 才能够 夺夺他的法官 你让马律师讲完 我问他 我问他 周战春的判决 等到按照现在机制以后 三省定议以后 如果有意见 可以送评鉴 现在至少没有评鉴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引起社会瞩目的案件 一发生的时候 就会有相关的法案 因为民众的需求 然后唤起 总统知道 我说法官法已经十几年了 从李登輝时代也说要推 阿炳也说要推 你知道真推假推呢 甚至我今天也怀疑 陈宗 那个马英九讲是真的还假的 来 这次慧琪又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又因为某个这个 某个这个 部会之间的意见不一样 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呢 所以今天 马英九 他如果真的是为了要为通案的话 你就要赶快去推动这些案子 那这些的案子 到后来 到后来对法律的这个法律人的影响 当然会有 因为通案过去以后 每一个法官 他在审判案件的时候 他就会思考一件事情 现在有评鉴案 民众都可以申请评鉴 如果我的思考 我的论证 我的法律见解 如果没有跟民众 甚至跟正义的需求接近的话 他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评鉴的原因 可是这个评鉴讲了半天 还是没动啊 十几年都没动啊 我还 我说我还是怀疑 马英九今天讲的 到底玩真来玩假的 不过马律师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司法改革 加了评鉴的制度进来之后 是会让周淡春现象消失的 不是让这个人不见 是这个现象是可以改善 可以消失的 这个倒是没有 就是沈富雄的意见是说 这个人要消失 不是倒不是倒不是倒不是 就是说 我不管马英九怎么讲了哈 如果你司法改革改革到 像沈富雄所讲的 结果什么都没变的话 随便你花多少力加评鉴制度 大家还认为你没改 虽然你自认改过 因为你加了评鉴制度 沈富雄的意思 我如果没理解错 所以我想回应一下 他认为 评鉴制度不能解决周淡春的判决 因为那是新政 那是错误的解释也好 或者跟主流意见不同 我认为在新政是否可以 评鉴这件问题上 其实上非常多大的考虑空间的 同一个人判九个贪污案 只有贪污 这个贪污案 做不同于其他八个案子的见解 当然这个是总统 其他不是 其他都不是总统 他我懂 可是我只是举例嘛 我说凭借他要做 他再判下一个总统不容易吧 他要做很长的 他只碰到贾跟他有恩情的也许 每一种评鉴 他有这种评鉴慢慢成熟的过程 我并不诞成德国 就引入评鉴制度 因为他九成九的法官 他又不是没有判错的 所以可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自律不行嘛 简单的讲 我们法官没有能力自律嘛 我甚至于认为医师 建筑师 因为他们官方相互嘛 因为他们有感情嘛 就必须要他律 所以你自己管不了自己 就别人管你 所以现在老百姓就这么简单的要求 所以你的评鉴必须要做到 你这个内容要被评鉴到 虽然我知道 在西方那个高标准的法制概念上 这种评鉴做不出来 那个文字写出来更难 可是他慢慢慢慢他就能够 如果马英九做不到这一点 他还是会被批判到 我不管你的内容是通过了法官法 什么样的内容 可是如果你确实解冽不了这种判决 辛亥那个判决 你写决不了周战村 最后的结果 你国民党还是要背这个责 那个责任 我补充一点就是 其实这个时间点做这样的宣誓 或召见司法院长 跟他讨论这个案情 如果他今天再把这些 被起诉的贪污法官带进去 我觉得会比较漂亮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 把周战村的案件带进去 绿营的人又讲 你看看你讨论扁案 但是我可以帮他做 稍微的解释一下 因为如果他不提周战村的话 代表他支持周战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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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非职权范围的事情 世法改革不给他管 所以我一定要提出周战村的判决 不对 不对 他的有问题 不然的话我在是不是做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帮他想 唯一他能够把周战村的判决 带进来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不是 这个点你搞错 这个点其实他们刚刚讲对了 有一两位比较代表 深来立场的人 这两天不断的跟他当面说 你再不表态会翻天了 候选人那个阵营的接电话 连国民党的内部 所以他非要表个假话 另外一个角度是说 他站出来讲司法改革这件事情 已经佛倒了周战村 因为司法是归我管的